好的,那我们先来复习上次课的内容 上次课我们在学习关于问为什么剧情 然后我们学了差不多它两个剧情都学完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复习一下 上次我们学了两个关于为什么 Lama这个词Lama在这里 Lama问他为什么今天你没有在办公室 今天怎么没有在办公室 Why are you not at the office today 今天没有在办公室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这两个问句 But,对方是女士就用at 第一个,对方是男士就用at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好,那在上次课当中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问号 这个问号大家就去掉 这个at知道了 lob就是表示否定没有 不的意思 那这个ba misrad 大家都知道 misrad是office ba misrad就是in the office ba misrad就是在办公室里面 la yom 就是今天 他的指令就是那一天 别指今天 la yom 好,那我们现在就复习一下上次我学的这两句 先把第一句来复述一下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好,那我先来练习 好,还有没有练习的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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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当中实际上是没有动词的 那这个动词你可以把ba当成动词 in the 在什么什么里面 但是实际上来说没有一个实在意义的动词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句话 上次我们学的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你今天怎么迟到了 那在这里面 无语什么略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那 at loba misrad hayon 是对女士问的 Yat loba misrad hayon 对男士问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上了 那类似的这种读音过去时的 那后面有一个啊音的 就是给男士说的 所以他拼写上的一模一样 听起来一模一样 那你对于女士的这个音性的过去时 第三人称单数 是这下面是两点 就是不发音 下面是一横一竖的 对应的是啊的音 对应这个迟到这个词 好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第二人称单数 不是第三人称 第二人称单数 这个过去时代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用Madua Madua代替 Lama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Lama at loba misrad hayon 都是可以的 那Madua这个词呢 等于说是一个新单词 在这里 它也是会什么的意思 Madua Madua 重音在这个u上面 Madua Madua 所以大家可以抄写一下 我把这个词抄写一下 Madua 它在这个上面呢 除了第一个啊的音 没有显示出来 它实际上是这个mem 是带了一个啊的音之外的 这个Dalit发的音 Vav发的音 Ain发的音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词应该怎么读 怎么读 是Madua Madua 好的 那就是新的一个词 那我们抄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 这个 为什么你今天迟到了 我们也把它读一下 然后我们再把 最后 一些内容来复习 好 二短时间抄写 好的 那我们直接放在句子里练习 这个Madua Madua 好 我们在这里面 它放在刚才我们 练习过的 Lama-i-hat-hayon Lama-i-hat-hayon 现在就变成了 Madua-i-hat-hayon Madua-i-hat-hayon 好 那我们现在进入练习 一模一样的意思 换了Madua这个词呢 意思就变得 用词就更加好旧一些 更加正式一些 Formal Use 好的 那这个关于Lama 还有Madua 今天 这个所有的这些句型 都练完了 那上次课我们 最后还有一个Lama Hello 这个 为什么不呢 表示对方提了一个建议 你要回应一下 你不是赞同 但是并不是特别强烈的 希望这样做 英语的Why not 是一个意思 这有计划之外的一些提议 这些这个意思 那么上次我们已经练过了 这次就不再练了 那上次 在课文当中呢 他把 这五个句型都进行了一个回顾 那我们现在就 复习一下 之前我们在这五次课当中 那这个时间已经比较久了 那五大类句型 第一大类句型 关于Mad 关于What 什么 这个句型 它是用Mad 就像那个Lama 多前面啊 多一个Lama的 发两个音 那什么呢 它就是Mad Mad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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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做什么 或者说你要做什么 都是用这个词 这是现在时 那你要做什么 就是因为用现在时代 表将来的这个计划 也是可以的 当时我们 在很早很早之前 我们学这个周末 你要做什么 是吧 Madua Madua Besop Hashabua Madua Tau Sai Besop Hashabua Madua Besop Hashabua 就是在这个周末 在这个周末 把时间说出来了 还没有到的这个时间 那也是用的Madua 和Madua 那简单的复习呢 第一个就是关于What 关于什么 关于什么 问什么东西的 这一类句型都是用Mad开头 那现在就用一个例子 就是Madua 和Madua 那我们快速的复习一下 这句是我们练的最多的了 我们再次就复习了一遍 你在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现在时和 比较将来时态 也是用现在之使用 Madua Madua 好 那我们下一个 第二类句型 什么地方 Where 表示问Weird 你住在哪里 Wire这个词呢 在希伯来语当中 是用Apho Apho 这个词 Alef, Yod, Be和 He Apho 这个地方 这个前面呢 是把A的音 Apho Apho 问对方是女士呢 就是Apho at Gaga 对方是男士 就是Apho at Gaga 这个Gag Gagra Rimdavot 这个居住这个词 在这里面 它的读音特别简单 就发 就发一个音 他男士用的是Gag 女士呢 后面要加一个Hey 就是两个原因 这里面写的Gagra 或者叫Gagra 都行 所以他的问女士 就是Apho at Gaga 问男士就是Apho at Gaga 所以关键是Apho这个词 什么什么地方 Where 哪里 都是用Apho这个词 好 我们练习一下 这也是之前学过的内容 你住在哪里 你住哪里 好 没有了哈 那我们再第三个句型 关于 When 句型 When 何时 几时 对应到西伯来语是Matei Matei 那这个问句是When will you come back When will you return 你几时回来 Matei Matei at Hoseret 和Matei ata Hoser 这个Hoser Hoser 可以看到 这也是和A的动词 可以看到它是O A O A Hoser Hoser 他的这个 变形的这种读法呢 跟Holech 是一样的 Holech 就是走 这个是回来 Return 这个动词 走的这个词呢 Walk 或者是Go Holech 变成音形 就是Holech 它也是一样 Hoser 变成Hoseret Hoseret 或者Hoseret 听写在这里 Hoser Hoseret 在这个句型当中呢 我们重点是看到 Matei Matei 因为这些动词都是会变化的 但是所有的这个关键词 问到 什么时候 When 这第三大类呢 用的是Matei Matei 这个Mem 问男士就是Matei At Hoseret 问女士是Matei At Hoseret 好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内容 现在复习 好 那第三个句型 就学完了 复习完了 第一个是Matei 第二个是Effel 第三个是Matei 第四个是Me 第四个是关于 谁 Who Who is your favorite sinner Ma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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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Heroet Matei Matei At Heroet 这是我们 最近刚刚学过的 虽然这个句子很长 但是我们大家都练过 那我们现在再练一遍 Matei Matei At Heroet Ma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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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Heroet Heroet 这是Matei 句型 Who 问谁 Ma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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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哈 好 第一次大类 剧情 Who 谁 希伯来语是me 就像说me 是me who is it 门口有人敲门 是谁呀 me 都是用这种me 什么什么 我们唱的这个Lehi Palette 祈祷的那首歌里面 第一句话就是me Who am I me Anne Anne 是一个意思 那 Me Anne 就是我是谁 也是用的这个me 这个词呢 我们在希伯来语的歌曲当中也会遇到 包括前面Matei 我们也是在遇到的 看这个以色列国在我们心中是吧 你随时回来重新建造你的 你的证店呢 也是用了Matei 大家都有印象 所以那 这是第四大类哈 所以第一个是me 是what 什么 第二个是if where 在什么什么地方 第三个 是Matei 是什么时候 when 第四个是me 是贼 物 第五个就是今天学的这个Lama 是吧 Lama 以哈 含用 Lama 以哈 含用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练过了 所以我们大家心里就有数了 这五大类句型 Matei Iffo Mat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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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大类 我们都有练过的句 具体的句型 今天都练了一遍 那我们回去的时候 可以回找一下我们之前的这个讲义哈 我们把它对应的这些句子再熟悉一下 这五大类的这个句型都练过了以后 我们在这个三分钟西伯来语的这些系列课程已经25课 我们就学完了 那今天还有一些时间 那我们把后面的一个很简单一个课 我们来把它学一下 这个课非常简单 它是教我们问人这个西伯来语这个词怎么说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 Hi everyone I'm Alisha Welcome to Conversational Phrases We've found that the best way to learn a language is to speak it from day one and the best way to start speaking is to learn phrases that you'll use in real conversations In this lesson you'll learn conversational phrases to ask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do you say this? After watching this video you'll be able to ask someone how a word is pronounced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some conversational phrases Listen to the dialogue Once more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How do you say this? How do you say this? It's parking lot First of all, you'll need to learn how to say How do you say this? That's How do you say this? How do you say this? Listen to it again How do you say this? Now how do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How do you sa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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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a word 有一个回答 If our name i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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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Z, Z, 它的意思是how em-le-ha的意思是 别人是怎么称呼你的 ech-how em they call-le-ha you 它的词译就是 How do they call you? 用what is your name 还是有区别的 mashim-ha 和mashmech 才是what is your name 才是ma 句型 ech 问的是how 所以刚才我们已经学了好多 有关于ma,efo,matai,me,lama 是吧 这五大类句型都是问 这个什么 问哪里 问这个什么时候 和谁 最后一个是为什么 那五大类句型 那这里又接触了第六道 How How 如何 怎样 英文中文就是如何 怎么样 Omr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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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最简单的词 它属于pa'a的动词 pa'a的动词 是佛的一词 Omrim 中文在后面 Omrim 它有两个mem 它有两个mem 可以看到这里一个mem 还有一个放到最后 这个mem就变形为一个面包形状 像一个口一样 Omrim 它嘴巴要闭两词 Omrim 第一个是A 第二个是Omrim Omrim 好 第三个词 Ni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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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词 Nikra 它就是称为 名为 It is named It is called 这个意思 最后停车场 这个词 在视频当中 是 Gainion 但是我查了一下 查了一下词典 都是读 Haniion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它怎么两个都可以读 就像我们之前学的 那个 价无好 Sohorain to Vim 它可以读成 Sohorain to Vim 这个词 平常一个评写 它有两种读法 都是可以的 就像我们 之前学的 你是做什么的 Bimah Tawvid 也可以说 Bamid Tawvid Bimah 和Bamid 都是可以的 所以 在西伯来语当中 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它的一个评写的一个词 它有两种不同的读法 只能某一些更常用 这个我们之后 再可以详细研究 但是确实在出现在词典当中 它读Haniion 刚才我们的视频当中 它是读Haniion的 它是A的音的 听写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写的 Haniion Haniion 那我们练 我们就按Haniion来练 因为字典上查出来都是这样 A的音 Haniion Haniion 好 那我们把这四个词来读一下 第一个是A A 这个是Half 放在词尾就变成 放下来变成 Haniion 第二个是 Omrim 第三个是 Nikra 第四个是 Haniion Haniion 好 没有了哈 好 那我们放在句子当中练习 句子当中 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个词 怎么说 How do you say this? Ech omrim et se? 那它后面要加上 Aid Z 前面两个词是我们刚才练习当中的 生词 Ech omrim et se? How do you say this? Say this 那这个Aid 所以我们之前学到的那个Art 是不一样的 它拼写是一样 在这里面变成一个借词 它放在Z的前面 Z是This 这一词 它是阳性指示代词 在问句当中 默认的是用Z 而不是用Zo 或者Zo 用阳性单数来指代 默认是用 所以所有的默认的 什么什么This 都用指Aid Z 我们在以后 很多其他类型的句子当中 都会碰到这个 It's Z It's Z 很多很多的 不光是这一个句子 这种句型会经常遇到 就像英语当中的 Is it 一样 很普通的一个搭配 很常用的一个搭配 会经常在句子当中遇到 那这个句子 Ech omrim et se? How do you say this? 这个怎么说? 这个词或这个东西怎么说? 就是问对方 对方就会回答 They 也是把Z说了一遍 那这个Z还是跟前面一样 也是It 或者是This 的意思 在这里面 They 我把它改一下 因为我用的是这个 叫案当中 这应该是Hanion Ha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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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nicra Hanion 这是停车场 It's parking lot 它 它 这指的是这个词 或者是这个东西 对应的单词 该怎么怎么说 所以把它双引号引出来 Zenicra Hanion 好 这个问句和回答就是这样 问句 Ech omrim et se? Ech omrim et se? 回答 Zenicra Hanion Zenicra Hanion OK 好 谢谢 我们来进入到练习当中 好 那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场景的使用 这就是问别人 这个词怎么读 然后别人告诉你 这个词应该这么读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Hanion Hanion这个东西 这个词是可以被替换的 所以跟我们之前学的那些 怎么投诉 或者什么很多其他的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个回答当中一样 这个后面都是可以替换的 那我们要学一些其他的词 那替换成什么呢 替换成其他的一些词 我们今天时间还够 我们正好把它后面的看一下 Hanion Hanion Morning Bokel Bokel Travel Nesia Invasion Plichia Plichia 好的 刚才呢 他的视频当中出现了这四个词 他本身这四个词没有特别的特点 他只是随机选了一些词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几个词该怎么读啊 该怎么读啊 那 Fanion 刚才我们也知道了哈 Parking lot 停车场 那后面这几个词呢 Bokel 我们是学过的 早晨 Bokel 那最后两个词大家要抄一下 一个是Nesia 一个是Plichia Nesia Plichia 都是阴性的名词 都是阴性的名词 Nesia是Journey 旅程的意思 Plichia是Invasion 入侵的意思 所以刚才他写Travel 我们看Travel这个呢 看不出来 它是名词还是动词 它是一个名词 是旅程的意思 好 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抄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们练完 我们下次再 下次再把它放到句子里练习 我们进入到练习 Fanion 刚才已经练过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练 第二个词Bokel 这个我们银行经常要用的 Bokel 早晨好 Bokel 那这两个都是阳性名词 他怎么问到这个词怎么读 或者问到这个东西怎么读 所以用的都是名词来做例子 这个很好理解 就像他指导一个东西 希伯来语是怎么说的 那他是说 Hanion Bokel 那第三个词呢 第三个词 Journey 旅程 可以看到第三个词和第四个词呢 都是同一类的 名词音性的 而且是Kittler 他的这种读音的规则呢 是比较类似的 都是最后一个是A的音 里面还有一个E的音 所以是第三个词是Nesia Nesia 那他中间的词是Nesia Nesia 还有三个音 Nesia 他的意思是旅程 Journey 名词 音性的 可以看到最后一个音是A 而且是字母会结尾 最后一个音是A 所以是音性的名词 很明显 音性的名词 前面这两个就是 不是这种规则的 最后一个不是Hey 结尾 而且读A的音 或者是最后一个不是Tuff 字母结尾的 那一般说来呢 就是阳性名词 有例外的 这种是大部分情况 是有例外的 好 最后一个词 Sleep Sha Sleep Sha Routine Invasion Sleep Sha 他的这个名词 也是音性 好 这四个都是单数音名词 好 那我们把这四个词读一下 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个课呢 还没有学完 我们下一次要把它用到 这个对话当中 说这个东西怎么说 我们大家会组织的来练习 因为这些时间已经到了 下次我们把它复习一遍 也巩固一遍 大家对怎么问 说哎呀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读 你来教我读一下 以后就会用西伯来语来学了 来说了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技能 扩展我们的词汇量 向别人请教 都要用到的 好 那今天时间就到了